今天我也想把一些事情 做一些兩段 中国男星张哲瀚 2021年因主演山河令爆红 同年8月被挖出过往复日赏音 扯出晋国神社拍照风波 惨遭中国网友抨击辱华 中国演艺事业全面停摆 这些年只好转往海外发展 近日在首尔开场 终于吐露埋藏三年的心声 三年了 我一直没有找到机会 跟大家 跟所有人 陈述当年的事实 但是现在我想对所有人说 2018年 正值樱花季 我沿着千鸟渊的步道 一路赏音 路过一个花园 当时并不知道 身后的这个地方是什么 三年后看到新闻 当我想去解释的时候 我已经失去了所有可以解释的渠道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 我从来没有 也永远不会去参观参拜建国神社 我深爱我的祖国 是大家的信任和支持支撑我走到今天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我们下来就要来